吹吊诸天,955集,蛟龙初 众多异首时宜出现,一股无形的凶煞之气向着四周蔓延,生人无尽 这些异首十分的安静,一语不发 只是随着主人的目光,看向了人群最前方的北风 数十位半皇强者注视 足以让洞虚舞者的身体不受控制,如同凝固 可是对于北风来说,却是如同微风拂面,没有半分的不适 众多青天卫看向北风,早就知道 北风真正的修为不过半皇之境,想来坐起不过平平 北风的意念一动,空间顿时裂开了一道宽大的裂缝 裂缝之后,能够隐约看到一个庞大世界的一角 突然,一头头一手,像是感应到了什么,纷纷地焦躁不安起来 众多青天卫神色一鸣,急忙安抚着众多的异兽,才让异兽平静下来 呲啦一声,一只爪子从裂缝之中伸了出来,足足有树米大小,其上布满了紫黑色的鳞片,如同鹰爪,苍劲有力 当这一只爪子出现之后,众多的异兽再次躁动起来 不少异兽更是用蹄子在地面上刨出了一个个大坑 一股来自血脉之中的压力,让众多异兽都是心生畏惧 爪子只是出现了一瞬间,而后就伸了回去 下一刻,一颗庞大的蛟龙头猛然从裂缝之中探了出来 这一颗蛟龙头足足有数十米大小,如同一座小山包 蛟龙头探出之后,紧接着则是蜿蜒的身躯自裂缝之中伸出 一股惊天的凶煞传开,让不少人面色发白 这头蛟龙仰天咆哮一声,声音直接炸响 高空数十里的云层直接破碎 这头蛟龙直立起了三分之一的身子 头颅高高在上,俯瞰着场中众人 在蛟龙的微压止下,诸多异兽瑟瑟发抖,不敢动弹 而在这些异兽群中,五头地皇镜的异兽却是向着蛟龙咆哮 这五头异兽,一牛,一鹰,一蛇,还有两头豹子 此时,这五头异兽,都是顶着蛟龙的威压,向其咆哮 这头蛟龙,乃是北风带回来的蛟龙之中最强的一头 也是血脉最为纯正的一头 尽管其实力不够半黄之境 可此时却是丝毫不退步,猛然张口咆哮 一股带着腥味的狂风向着五头异兽冲去 五头异兽的神色中夹杂着丝丝的畏惧 又有点跃跃欲试 此时五头异兽,猛然神色一变 毫不犹豫地向后退去 毛子之中充满了恐惧 几位帝皇镜原本还在得意 尽管不知道这头异兽是什么品种 但是自己培养的异兽呢,也丝毫不弱 但是没有想到,下一刻自己的异兽就这么退了 而且目光之中充满了恐惧 五位帝皇都想不明白 哪怕这头妖兽的血脉很高 但撑死不过是半黄的实力 其修为呢,也是丝毫都没有 只能够用本能搏杀 怎么也不能够下退五头帝皇镜的异兽啊 五人向着场中看去 却是一脸茫然地看着北风 北风没有在意其余人怎么想 身体之中淡淡的威压释放出来 这股威压尽管很是稀薄 可下一刻呢,却是让蛟龙眼中闪过了恐惧 毫不犹豫地低垂下了头颅 向着北风表示沉浮 尽管蛟龙凌着低下 战斗依靠本能 可是来自血脉中的印记 却是让这头蛟龙明白 这股威压代表的意义 不容反抗 有意思 仅仅只是依靠本能 就能够拥有半黄镜的实力 那么我就成全你 看看你能够走到哪一步 北风嘴角带笑 自己的体内可是拥有真龙的血脉 尽管细胞无比 可也不是区区的蛟龙所能够相媲美的 此时北风来了兴趣 而后直接自体内分离出了一滴白金色的血液 这一滴血液不显山不漏水 没有任何的微能出现 但是这一滴血液是自北风体内脱离之后 却是让北风的面色一白 这是北风体内的足血 一共只有十八滴 珍贵无比 哪怕是还可以再修行回来 也至少需要北风几个月的苦工 一旦短时间之内消耗太多的足血 直接就会损伤本源 血脉枯竭 不再诞生足血 这一滴血液不过小指度大小 静静地漂浮在空中 呼吃呼吃 一阵阵粗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 众多异兽双目赤红 鼻孔喷出了灼热的气流 诸多青天未察觉到自己异兽的不对劲 这是要暴走的节奏啊 纷纷开始安抚自己的异兽 可平日里 对其主人温顺的异兽们 此时却是丝毫不理会主人的呵斥 蛟龙也是猛然地爆发出了一股惊天的煞气 惨烈无比 恐怖的威压向着四面八方传去 诸多异兽纷纷一惊 而后自蛟龙的威压之中清醒过来 尽管毛子之中还带着渴望 却是不敢再动弹了 蛟龙冰冷邪恶的目光 盯着这些异兽 所过之处 除了五头帝皇镜的异兽之外 其余异兽纷纷地低垂下了头颅 不敢与其对视 五头帝皇镜的异兽之中 那一头金色的鹰养天长啸 而后不顾主人的安抚 振翅冲天而起 向着北风扑来 你给我滚回去 北风浑身的原力涌动 汇聚到了手心 一道拳印向着高空击去 金色的巨鹰不闪不闭 直接挥动金色的翅膀 如同一把燃烧着大日真火的天刀 与北风这一击碰撞 咔嚓 下一刻 一股狂暴无比的能量波动 自半空之中爆发 璀璨的光芒四射 阵阵冲击波向着下方压来 北风的拳印霸道无比的 直接破开了金色巨鹰的攻击 重重地落在金色巨鹰的身体上 金色巨鹰哀鸣一声 身子无力地自半空之中跌落 砸在了一个帝皇剑舞者身前 翅膀折断 狂暴地全力进入体内 让这头巨鹰五脏受损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 既然不听话 要不要帮你宰了呢 北风意有所指地说道 多谢统领出手 不然这畜生恐怕就要闯下大祸了 巨鹰的主人 伪帝皇之一此时站出来 妙无表情地说道 击恨北风倒不至于 毕竟是自己的坐骑失控在先 主动向骑发动了攻击 这打挨得不冤 同时众人也是震惊于北风的实力 伪帝皇之间可谓是知根知底 知晓这头巨鹰乃是一种 强大无比 甚至论实力呢 比起主人还要强上一筹 但却被眼前半皇镜的统领 轻而易举的一招击败 这就让五个人面面相去 假的吧 哪有这么强的半皇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